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听帅说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名叫做《遗落战境》 2017年地球派出飞船前往遥远的土星环附近寻找泰坦星 人类精英船长杰克和一名叫维克多的美女船员在值班 当时杰克的妻子朱莉亚处于休眠状态 与其他队员一起待在休眠舱内 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奇特诡异的倒三角的巨大物体 飞船被其强大的引力吸过去 逃脱无望,最后关头杰克发射了休眠舱 使其飞回地球 飞船被吸入倒三角物体,船员全灭 杰克和维克多被克隆 倒三角物体实际上是泰坦星人的大型智能计算机 他来到地球附近开始进攻 经毁掉月球,引发了地球上的巨大灾难 等人类阴阴一息之后派出克隆人军队到地球上进行大毒杀 之后建造了无数用来掠夺地球水资源的设施 又使用一种战斗机器人清扫残存人类 另外修建了很多维护站 每个维护站都派遣一男一女两名客人人守护 主要任务就是修理机器人和报告残存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 为了使他们忠心耿耿 计算机模拟宇航局的领导和他们每天通话 用一套谎言建立起他们的世界观 外星人给他们灌输的世界观是 外星人进攻人类世界 人类虽然使用核武器最终获得胜利 但地球已经荒废不能继续居住 幸存的人类移居泰坦星球 那里有各种和平美好如同天堂 因为地球上仍然有一些外星生物在活动 企图破坏取得水源的装置 所以派遣他们来之前 消除了他们的记忆 为确保重要情报不会被泄露 直到2077年 至少有52组捷克和维克多在地球工作 为了让克隆人小组之间不能彼此发现 当他们接近对方活动的地区时 会被警告即将进入核辐射区域 49号捷克在执行任务时 遇到幸存的人类和从太空返回的休眠舱里的妻子 关于世界观的谎言被戳穿 49号捷克最终进入太坦星人的计算机内 以猫炸弹将其毁灭 而朱利亚与52号捷克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部电影的开场和铺垫 做得相当不错 尽管格局很小 大部分时间讲述捷克在辖区维修无人机 但影片气氛与基调掌握得差到好处 画面中极简风格的运用 与未来拍的感觉 让整部影片尽管节奏非常沉稳 但总体气氛情节和表演引人入胜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订阅 我们明天见